最後一拍 你好 我是GVB的 其實想問一問 今天多了一個長興大廈的確診 我想問問那個容工 其實他之前有沒有接觸過其他人 有沒有追蹤到接觸了什麼人 還有我想問他的編號是多少 還有長興那裡的調查進展怎樣 其實找了警察幫忙還沒有 還是警察方面又做了些什麼呢 還有想問一問 近日都看到一些個案是跌了的 其實是否疫情已經穩定呢 其實是否有得防寬一些措施的 謝謝你 長興那位印籍外傭 編號是4340 他應該在7月28日離開了救護主 就住在長興那裡 他都說是在網上找到這個地方住的 大家都不認識的 就有五六個其他的外傭 他就曾經去過中環一些 雇護育公司那裡試過找工作 然後就知道了 就是朋友那裡知道了 長興那裡是有這個個案 所以他就經朋友介紹 就去了看醫生 下一位 下一位 這邊這位女士 什麼呢 調查工作就像現在這樣 因為其實那些外傭 他應該沒有登記 就是據我們所知都是沒有登記 那變成了 如果他曾經住過那些外傭 或者是僱主 要知道的話 就要幫他安排檢測 或者自己外傭 如果知道的話 就要安排檢測 因為他現在居住的方式 就是大家都不懂得戴花 大家又沒有登記的話 所以比較難追索 有幫忙的 不過都是這樣 就是沒有一個新的進展 下一條 前面這位女士 謝謝